沒有聊四季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賽爾特人對上法蘭克人 這場比賽是KOTD5 沙漠之王的比賽 那這次沙漠之王的比賽已經來到主賽事 所以現在都會看到非常特別強大的選手 像B-Chess、Nikon、Viper、MBL、YoR、NCCM 和Balance如此類推的這些選手 都已經浮上檯面了 那這次這場比賽也來到一個非常特別的對決 是由這個賽爾特人對上法蘭克人 而且兩位都是超級頂尖的 先來介紹一下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的話他的能力是移動 步兵移動速度加15% 伐木工加15% 再來就是工程序製造所的工的武器 加25%攻速 非常快 像投撤、奴砲、衝撤都可以吃到這個攻速加成 再來就是他可以偷對方的名義 只要就是他在賽爾特的視野裡面 就是對方沒辦法卻取 再來就是他的單位松嵐武士 跑得很快 那我們之前有講過 如果你需要遊俠 或你需要有起兵的話 就可以打這個松嵐武士 那再來就是堡壘 堡壘的話 箭塔攻擊速度加33% 而且城堡還會增加7個半斤的補血 那我們在這個實戰中看到 其實這個效果並不太亮眼了 算是加減用 最主要還是需要他這個城堡跟劍塔攻擊速度33%的時候 才去點堡壘這個科技 再來就是他的賽爾特狂熱 這血量會加40% 所以他到後期 其實在團戰來說是非常強的 單挑來說其實也並不弱 因為他有這個經濟來說比較好一點 這個伐木15% 但到了大後期 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跟一些科技限制的關係 所以後期的兵走會有點缺陷 打起來會比較痛苦一點 好 接下來看法蘭克 法蘭克的話應該也不用太多介紹 最主要能力的話就是有便宜城堡25% 再來就是封建實在騎兵加20%血量 非常多 再來就是魔法科技是免費的 柴果值速度比較快 再來就是他特殊兵是指輔兵 指輔兵的話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拿來打步兵用的 再來就是這個騎士精神 馬就訓練速度提升40% 所以讓他抱騎士或是肉馬的時候速度非常快速 法蘭克上是新手比較適合開局練的一個文明 原來本身經濟加成都是跟騎兵線有關的 而且他有火槍火炮 經濟本身沒什麼太大缺陷 但工兵縣是不太能打的 但他有火槍 所以可以補足他對復步兵困難的一個問題 不然就是打直接騎兵建有 都是比較適合他的一個路線 好 那我們這邊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我們這次也稍微講解一下地圖 那地圖部分的話 他目前看起來左邊 金是比較危險一點點的 但果子更慘 是在正 幾乎在正前方 那他這邊可以很好的小微 輕鬆微一下 呃 尤其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其實兩邊地圖都是差不多爛的 也不是差不多爛 好 那金也在左邊 但這邊果子在後面喔 可以來薩爾特倫 前面過得非常舒服 好 那這邊法蘭克人 決定要來打棒棒開局 而不是肉馬 兩隻棒棒直接走出去 裝TC喔 唉唷 差點裝TC 被射到一點血量 要棒棒過來 這邊也是棒棒開 好 兩邊慢慢開一局 但是凡客人什麼都沒有開始打 這邊來看一下有沒有挖金 有挖金了 看到挖金礦 兩邊都在偵查金礦去了 好 但是尼控這邊又抓到了嗎 但是這邊村民想要過來反打 不敢直接打 這邊想要抓 蓋房子的村民 但什麼都沒抓到 這裡決定要來硬尻房子喔 裝個25木頭 讓對方有機率性的卡村 好 就賺到了 欸 這裡還多了阿尼茲棒棒來防守 難道這個是要升裝甲步兵的意思 看一下支援 說不定是 有點像耶 他這個支援有點像要升裝甲 哇 還在按耶 現在彭剑時代流行打裝甲步兵嗎 好 當然法恩客人這裡補到三棒棒 那兩邊都有可能要來點這個裝甲步兵升級 好 看一下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移到V-Chester 這邊是有點像裝甲步兵 跟這個 一級農 啊不一級伐木 這邊補一個射箭場 看一下尼控 尼控這邊是升裝甲 OK 三隻棒棒就是要升裝甲 不然要幹嘛 對不對 哇 他四隻裝甲更狠 完蛋了 他這邊兩隻村民沒有在修木牆 哇 被靠進去 不是啦 但是第一時間刺頭沒有卡到兩隻村民的退路 哇 尷尬 好 但這邊的裝甲也是非常多 四隻裝甲 但這邊村民有在修理 可以欸 血量很極限 好 這邊有一隻小弓出來 好 這邊 刺頭 砍到兩刀 蠻賺的 好 別靠了五 十滴血 好 別靠了五 十滴血 這邊在收村 欸 這邊砍掉農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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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就在抓六死木 你控的手速太快啦 好 這邊直接放棄打這個木槍 原來工兵出來了 要稍微移動一下 不然會變成標靶一直讓你到對方射 不過還好 現在兩邊的村民樹都是一樣 都是七村 都沒有人隨時村民樹 哇 這邊一個沒空好 攻兵全送掉 這個回答非常漂亮 好 V Chester 這邊現在有 比較少個烈士 工兵送光 後面工兵有在追 這邊要來進去秀 但是沒有辦法 有槍斃 這邊再追逐一下 上邊稍微微一下 但很快就破了 因為這個木門 很容易被打爆 好 那這邊由於工兵數量堆疊不起來 前面這邊被騷擾到的有點煩啊 這裝甲步兵 速度 數量太多了 回頭砍一下 長槍斃 好 V Chester 這邊的 裝甲步兵血量還是很多 到這邊戳到馬 哇 戳到一下 沒有辦法 因為村民在打架 這邊是不是殺到村民了 看起來像是有 這邊31村打30村 戳到人好像被擊殺了一村 還是沒有 把自己的兵送掉了 看起來沒有耶 他這個村民只是很慘而已 並沒有被殺 好 法輪克這邊按下了馬 就點了兩隻肉馬 公兵這邊繼續 追著這些裝甲步兵走 好 這邊公兵對抗 現在法蘭克有一擊射 賽特也有一擊射 兩邊都有 但是法蘭克這邊有刺火的優勢 血讓你比較多 54滴血 直接把V Chester給壓回去了 哇 明確實 這邊其實被弄到有點慘 這四隻裝甲沒有做到太多事情 有點小虧 這邊手繼續追 公兵數量一直追 跌不起來 這邊有沒有考慮下一個射箭場 雙射箭場 但也要是快要點下這個 城堡時代手才在補射箭場 如果真的要打雙射箭場的情況下 是這樣子 這邊支援量還有一點點 大概差400肉 就可以點城堡了 這邊直接換掉兩隻單位 還蠻賺的 一隻刺火一隻公兵 讓尼控這邊的壓力 變得小一點點 但這邊邊量還是有點多 至少這裡按毛兵 毛兵打公兵很好用 哇 直接收掉了 好 再來這波 終點的步兵又再次進去騷擾 這邊稍微收村 兵也全部拉回 這邊要來全部往左邊集結 想要來打金礦區的樣子 這邊要來左右開攻了 伺候王又拉 左邊微步攻加槍兵的組合 右邊只需要出點槍兵防守 上邊這邊站崗 好 這邊第一次直接撞到了 哇 尼控這裡沒有控好 直接撞到毛兵 損失了一些單位 裝甲步兵四隻 依舊還沒有全部損失掉 可以繼續騷擾 好 點下城堡師帶來B Chester 尼控這邊還沒有點 因為他這邊有投資肉碼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就點 雖然說 法恩克 經濟看起來是蠻好的 但我覺得賽爾特的經濟是更好 因為他有伐木加速 這個加速是非常誇張快的 伐木快 就代表說你 打農田喔 速度就可以更多 這裡就是為什麼賽爾特其實一直都是 勝率蠻高的文明 這要下什麼啊 我都取消掉了 這要下別的地方 下這裡 果然是下雙射箭場 那我們有講過 就是賽爾特人 也適合打工兵開局 因為城堡師帶的工兵 其實大家都一樣 如果不看拇指環的話 差別數 也沒有差別太大的感覺 現在賽爾特人 法木速度又快 剛好工兵又需要木金 所以就 可以補足一些木頭上的問題不足 的問題 而且這就意味著 賽爾特人可以更早 去點下彈道學 跟3TC開弄 那目前這個走法 感覺上是要來 直下大學 然後呢 要來打這個彈道學 然後呢 要來打這個彈道學 二級 射二級木 哇 直接下經濟 二射奴兵 然後待會再等一下木頭 好 就可以來打這個 好 毛兵直接被砍掉一隻 好 收掉一隻 好 工兵繼續往前 變成奴兵了 好 這邊戳 掃一下 工兵繼續跑 好 這裡要開TC 還是下大學呢 這裡值得注意看 好 第一時間把槍兵給 收掉 這邊工兵直接採到農田 這邊要稍微收村 還有果子已經吃完了 法蘭克吃得夠快 好 這邊直接用村民打爆這些工兵 哈哈 好 終於上到城堡時代的法蘭克了 終於也可以來升騎士了 好 這邊直接投資兩根劍塔 好 法蘭克這邊經濟有點差 但是沒有辦法 傷到點經濟 你家挖石頭插劍塔防守 不然這些工兵 很容易就直接秒殺了 看這邊 奴兵沒有第一時間 賺到任何的田頭 讓VChest這邊少一點苦惱 射點田也是OK的 上個180目 這三片田射掉的話就不虧 好 左邊再來移隊 看現在對方出騎兵的情況下 軍隊是盡可能的集結會比較好 因為現在很有可能被對方 直接硬騎上來 工兵雖然不夠多 就直接被抓掉了 好 那這邊是下修道院 跟TC 還沒有下彈道學 好 這邊直接射過來 好 這邊只要阻止對手開到TC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但騎士越來越多 這邊要稍微小心一下 可能再繼續弄下去 會有點危險 這邊要嘛就是 直接撤退回家 不然就是直接繼續生路了 但生路的話 結果一定不會太好 好 對方法輪克 一定會直接把人包死 好 中央不比 一定時間被收掉了 好 槍兵過來 摔拉打 血量非常低 還有大概六隻騎士 剩五隻 兩隻槍兵過來 稍微擋一下效果不錯 但是工兵數量還是不夠多 只能再換一隻騎士 完蛋 這個工兵果然送光了 就是騎士異座數量就會很麻煩 沒有彈道學 兩隻殘血騎士拉回家 完美 收光 OK 塞特人這邊 接下來打法就比較明確一點 可以考慮不出工兵 直接出槍兵加森略 直接招爛對手 讓對方不敢出騎士 對方法輪克也出了工程器製造所 跟這個B 跟學道院 兩邊都是差不多的打法 右邊這邊趕快圍死 讓對方騷擾的空間變少一點 第二坨兵過來 工兵還是有按 看來還是要繼續打工兵 看法蘭克的工兵已經準備好了 他的工兵比較 砲管比較大一點 法蘭克的工兵來了 看一下這個法蘭克工兵 打對方工兵好不好用呢 這邊看到對手 哦 原來工兵在右邊 這邊騎士被砍死一隻 等次招到 哇 這個直接招了三隻騎士 不虧啊 老頭這邊 稍微直接硬砍 好像招 但失敗了 那這邊奴砲雖然有點多 好 法蘭克這邊尷尬 騎士開始無雙 後面攝影太遭翔 這個騎士 果然跑不能回頭 哇 回頭果然被招走了 好 現在左右兩邊都在 大肆開戰 然後來硬拆掉這台奴砲 應該是有機會 哇 果然拆掉了 好 薩爾特人最強大的 神頭戰術又來了嗎 大概均勻 然後清頭 好 神女一直按 那法蘭克這邊就會很頭痛 如果奴砲的話 很容易 會對方投資車給砸爛 那投資車複雜的情況下 又沒有攻速上的優勢 很麻煩 好 這邊順利把後面殘血的攻兵血量補滿 好 投資車敢回頭打 是我就想回頭拍一下 預判一下位置 好 到你去 塞特這邊兼血給壓力 這裡沒有打到 再打一發 插邊球 但是這邊高打低 順利的把頭蛇給收掉 收掉一隻僧侶 看到血來沒有好 歪 頭蛇這邊秀一下 但對方是高地優勢 這邊有可能一發就砸掉 唉唷 結果沒有砸掉 但是高地的關係 即使正面砸到了 頭車也沒爆 這就是高達地的優勢 槍斃直接過來戳 先招騎士 騎士被招走 遇尷尬 這邊能戳掉這些槍斃 頭車 敲不掉 後面這個修理工具 在修理 把頭子車的血量給拉回來了 哇 這一波讓賽特有點虧 槍斃全部送光 有點危險 頭車繼續可以偷砸一下 打一發 回頭砸 沒有換掉 因為上高地 復換嗎 沒有 哇 復換成功 他最後一下這句是有預判位置 OK VCHEST 這邊預判非常好 那賽特我覺得可以不用太 這麼 執著跟他打正面 現在可以出一點騎士到後面 開始慢慢繞 繞一下這個墓區啊 其他地方 這個正面少量頭車手 稍微秀一下TC 這邊直接蓋動城堡 這邊再秀一下 唉唷 直接預判成功 但是左邊這台頭車也換到 一換一還不錯 這邊再砸一下 所以回頭射了一下 好像是沒空好 好 這邊互砸 但是高打滴有沒有 高打滴互砸 這邊高滴才有兩滴活下來 第一處直接被砸爛 發一發 嗚 我剛剛想說這個應該是中了 好 再一次招高倒滴 但是血量上有優勢 攻速優勢 唉唷 講錯了不是血量上 是攻速上有優勢喔 瞬間再多砸一發 然後趕快再走掉 OK 砸著砸著又被 塞爾特人砸出了優勢來 但法蘭克這裡也沒有出太多歧視喔 去受防騷擾 自己很專心的在加利農 塞爾特這邊經濟其實有點好 這邊要蓋城堡對保是不是 哇 真的耶 這跟城堡插下去 距離有點近喔 我還以為他會插這個位置喔 直接硬插 好 左邊這邊偷忘記 不能再繼續挖了 跟箭塔 好 超大啊 箭塔就要蓋好了 沒關係 反正後面還有野精喔 要挖金礦還是有得挖 這邊再直接下一根城堡下這個位置喔 這樣挖這個金 有點尷尬耶 因為人家在這個高地上 還是可以投你挖金的村民 這個可能還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還是可以先挖一下試試看 賭命去挖 好 這邊出來稍微修一下 頭車趕快過來 炸 換掉一台嗎 沒有 這邊是高地 但是還是換掉了 再炸一發 攻速快 有優勢 啊 果然 攻速快這25% 還是順利換掉法蘭克的頭車啊 再來這個你就可以利用自己的 文明特性一直換到很多經濟喔 就很賺 頭車大戰就是這樣子 這個樣子 好 這個箭塔也被拆掉 尼控已經點到了帝王的時代 B.Chester 這邊帝王的時代還有一段時間 好 轉出了一些子斧兵 打子斧兵這個路線 挺為妙的 喔 這邊再下一根 城堡 反而就是城堡便宜喔 一直下 一直便宜 這邊抓到一些 村民喔 沒有燈到雪有點歪 路車想用雜工兵沒雜到 直接撤退 這伏兵過來救一下 把這些藏兵給解決 打一發 打到 右邊這邊唱兵來看一下景況 發現沒有 好 先上帝王的法蘭克人 直接強行拆除城堡 這看來只能蓋個一台巨頭 這個城堡就不行 好 但正面又補下了 高地的巨型偷獅 正面拆 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正面是高打低喔 善恩很痛 這邊 槍兵怎麼一直在那邊偷戳啊 好 正面來到後方挖金礦 後面就去深入 想來看一下有沒有在野外挖木頭的村民 那這邊已經挖光了 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可以再燒爐一下 好 再來一發 直接 沒了 好 三台投石車架起來 這邊還是可以繼續炸 還有投石車過來 欸 等一下 賽爾特怎麼在生馬救科技 凡克沒有打馬 看一下法蘭克打什麼東西 打騎士喔 火槍 火槍 射長龍兵 邏輯正確 火槍 火炮 騎士 什麼都要暗一點 那法蘭克的話有著知名的192遊俠 血量192滴 最坦的遊俠 但是 薩爾特有最快移動速兵 移動速兵 移動速兵 移動速兵的這個集兵喔 兩邊都有一個極致的單位可以使用 用兵走過來 OK 投石車三台 哇 這邊投得超快的 渣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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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渣 欸 我記得投石車是不是 塞爾特的投石車有加速嗎 偷看一下 這些有人跟我說沒有 知道怎麼記得有 工程武器 攻擊速加速15% 有啦 記得有 應該是所有都有 因為他都沒有火炮了 巨頭不給他好像怪怪的 三台巨頭 四巨頭等於五巨頭 欸 欸 等一下 欸 米確實 欸 塞爾特人 升游俠 哇 我們之前講過 塞爾特人沒有品種 也沒有三房啊 哇 他這個騎士出下去 是非常殘廢的一件事情 但還是海消除欸 這個 在192游俠裡面秀游俠 就如同在關刀面前耍大刀啊 那這個大刀 塞爾特人能塞 救得出來嗎 直接游俠爆 你空這裡的 升級好重裝騎士了嗎 沒有 都是火槍 戰略上 好像被對手錶到了 這邊在囤 囤游俠是不是 哈哈哈哈 在偷場啊 看起來在偷場 好 不想讓對方意識到 自己出了一隊游俠 好 再來B-Trust 游俠升好了 好 這裡一隻騎士 先用一隻騎士去 剛剛招翔過的 招翔法蘭克的騎士去打對方 讓對方知道 欸 你沒有轉游俠 結果真正升級好游俠在這裡 來啦 哈囉 游俠直接硬襲 聽說你有192游俠 但是我有極致殘廢游俠 沒有三防也沒有品種 反正我就跟你打 好 這裡火槍 直接上面硬拋了兩隻 直接到後面打 結果 尼控打出了GG 哇 太突然了 這個戰士被殺的一個措手不及 游俠殺過來 囤游俠戰術居然成功了 你看這個游俠奪廢啊 沒有品種也沒三防 居然還可以打出來 平常的我是打不太出來的 這個戰術 我不是說那個東西 我是說這個戰術 這個戰術 你塞爾特人要投資出來 其實也是要花很多黃金 跟食物 幫忙都是直接打一個 蘇蘭54 也可以取代游俠的概念 大家這邊很堅持 就是要出 塞爾特的游俠 沒想到 墜落游俠 對上192游俠 雖然對上游俠 對方游俠沒有出 直接打爆凡克 凡克應該也沒想到吧 沒想到我會有一天 會被塞爾特的游俠給打爆 太殘忍了 好 來看一下經濟吧 經濟部分是由 VCHAS這邊經濟拿到最高 U是全勝 因為這個凡克 他並沒有經濟 直接食物的加成 他只有免費的科技 但塞爾特是從黑暗時代開始 把木速度就很快 所以這個木頭 就可以這樣子 低砂成塔 堆疊這個資源量 把這個木頭換成 食物 食物再換成石料黃金 這樣子循環下去 所以讓VCHAS這邊經濟非常好 但是 我覺得前面其實是有差不多 尼控這邊是拿到四正物 其實打到後期的話 是有機會的 但他這一波游俠怪 他可能就行太炸裂了 之前也沒有升級長槍兵 疾兵也沒升好 他也可能覺得 打對方賽爾特 升槍兵 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因為對方疾兵也會很好用 而且也不可能出馬 甚至疾兵是浪費資源 殊物質人家一堆游俠怪 直接帶走了他 太狠了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 三文字幕- 百貼 字幕- 三文字幕- 著歼 字幕- 龍怡 字幕- 熊